你不是我老婆陆雪 你到底是谁 姐夫 我当然不是陆雪 因为我是她的亲妹妹 陆念 姐 好看啊 你穿什么都好看 姐 明天我就订婚了 你可是我在这个世界上 唯一的亲人 明天你一定要带着姐夫来 你姐夫她 姐 你是不是没跟姐夫说 你还有个妹妹啊 缅缅你知道的 爸妈临终前叮嘱过 不要向任何人 透露我们之间的姐妹关系 虽然不知道 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 但是这些年 如果不是姐姐你辛苦 把我养大 我现在还能不能活着 就都不一定 明天姐夫不来可以 但是你 一定得来 如果你不来 我可就震胜起来 放心 我一定来 姐 要不 你也来试试 我还没见过你 穿婚纱的样子呢 我都结婚五年了 跟你们小年轻比不了的 来了来嘛 别害羞 来来来 这个不错 你快试试 要是合适的话 让姐夫给你 补办婚礼的时候用 我还是算了吧 你不要害羞吧 我来我来 姐 你这伤怎么回事 是不是姐夫打你了 没有 你姐夫不是那种人 学姐 顾先生她带了一个女人 去西郊 您要去看看吗 好 我马上来 倪倪 姐 我好不容易才把你约出来 你这不能都陪陪我吗 倪倪 哎呀 好了好了 跟你开玩笑的 去吧 去忙吧 过段时间姐好好陪你啊 嗯 是不是结了婚 再亲的亲人 都回不到存钱 小姐 这好像是刚刚那位小姐 落下的包 给我吧 姐 小妮啊 我包落婚纱定了 你帮我送过来一下吧 好 我这就给你送 我带 姐 你那信号不好 有点卡 这里是 姐 不好意思 可能是跳闸了 我去找检求师傅看一下 好 辛苦 姐 姐 姐 你怎么了 姐 咸 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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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定的是 你不知道 你 amounts的 我不知道 我必能承受 你不瘦 我必嫌 你不瘦 我必然的 那我只要你 我必然的 你不瘦 你不瘦 我必然的 我必要 你不濟 你不瘦 是 我可以 我可以 你一定要救救他 保险 病人有无生命体制 我们尽力一劳 医生 求求你医生 你救救我姐 他该那么年轻都不能死 我有钱 我有很多钱 车你都救我姐 哪怕是让我去家当车 违衍你医生 你救救他 你一定要救救他 医生 陆小姐 经过警方和法律的鉴定 姐 确实给你姐姐是意外死亡 请你解爱 姐姐的死 绝不会是意外 陆小姐 请你偏见你的死亡证明书 恭喜陆小姐 您的整容手术修复成功了 姐 从今往后 我变成了你 我一定会找到杀害你的凶手 姐夫 如果你真的敢杀欺骗吧 那你再看到我姐这张脸时 会作何反应 恭喜陆小姐 您的整容手术和生态修复成功了 小姐 您的手机修好了 谢谢 姐姐的手机 怎么只有姐夫一个联系人 难道姐姐的死 和姐夫有关 看来只有接近顾燕 才能够搞清楚一切 我一定会找到杀害你的凶手 非你报仇 我回来了 老公 我回来了 陆雪 我没眼花的 竟然是陆雪那个贱人 陆雪好像变漂亮了 老婆 真的是你 这三个月你去哪了 我 我到处都找不到你 三个月前 医生说我浑身是血的 被好些人送进了医院 醒来之后我就什么都不记得了 现在 也只记得老公你一个人 何有这种事 老公 你觉得 是谁伤了我 不管他是谁 我都会找到他 我会给你报仇 装得真小 老公 还这么多人呢 老公 你手上的伤 哪伤 什么伤 你不是我老婆母亲 你到底是谁 老公 你为什么这么说 医生说 医生说我老婆手上的疤 没那么容易消除 这个呀 三个月前 医院引进了一批医疗器械 看来 治疗伤疤的效果不错吧 如果我不是陆雪 又怎么只会记得老公你一个人呢 二爷 我们刚刚查询了夫人这三个月的病历 她都在接受记忆恢复手术 行踪没有任何异常 老婆 刚才是我错怪你了 老公 你刚都弄疼我了 对不起 你消失了整整三个月 也不想自己控安息一场 顾燕 我姐究竟是不是你害死的 我一定会查清楚 顾总 这座监口你都看了八百遍了 找到了吗 还没 国内外我们都翻遍了 陆念小姐这三个月 就好像凭空消失了似的 好好的人怎么凭空消失呢 除非 她故意躲着不想见我 念念 我究竟做错了什么 你会不辞而别 顾总 你说陆小姐会不会出事了 连警察都找不到 那天也真闲门 居然全程短点 顾总 听说顾二爷在老爷子生殖总裁的考核期 你为了陆小姐空降江城 温公司担任总裁 恐怕会得罪了她 你们还是输职关系 这闹僵了 那就要看一下我这个小叔 到底有多少势力 这二爷和他夫人还真是恩爱 听说他夫人以前在公司闯了不少祸 都是二爷版权的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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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念念 三天之后 有件事情 我想和你坦白 什么事啊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这么神秘 你跟他不会 是不是生日饭嘛 你脑洞怎么这么大 告诉你啊 我们还没有结婚 你要是给你 小心我逃婚 就算你逃到天涯海角 我也会 聊到你 念念 难道你发现我隐瞒了 故事继承人的身份 才气得不肯借我 华正 对不起 也许这辈子 我们都不会再见面了 就算见了面 你也应该认不出了吧 但愿你早时忘了我 而我 也能早日 找到杀害姐姐的凶手 朱总 你要去哪儿 出去逗逗戏 再见了 关注 感谢各位领导和同事来参加 由高特助一手操办的请中宴 今天不仅为了顾总监 为公司签下十个亿的大单 还要欢迎我们故事集团的太子爷 丽宁江城 宴会结束前 太子爷会亲自上台 和我们聊两句 大家拭目以待吧 你也不知道太子爷长得怎么样 顾总可是太子爷的小说 长得肯定不会比顾总仅差 这个贱人不过还有脸来上班吗 那个我肚子疼 你先喝着吧 高特助真是贤惠啊 不知道什么人能有幸娶到您呢 这是我身为一名特助应该做的 能为顾时效力 即使终身不佳 也是贤断的 那你还真是资本家 合格的勾当 你没死 你觉得 我该死 我该死 抱歉 顾太太 你失踪了三个月 连警方都没有找到你 我只是太惊讶了 你失踪这段时间 高兰一直在找你 是吗 顾太太 顾总监在您失踪的这三个月里 用尽了一切办法和人脉 就想找到你 他真是对你很在乎 我老公一直很爱我 今天本来我也不想来的 但我一想到 我老是把机会让给别人 说不定外人 还以为我老公 魂内出轨呢 您说对吧 顾太太 这杯我敬你 刚才我饰演了 别误会 我只想知道 是谁想要害我 这是 这红酸 老婆 小心 你在这待一下 我去查监控 看来有人 比我们更不想看到你这个贱人 贱人骂谁呢 骂你呢 从我一进门 就听到你在骂 看来你之前 没少欺负 那是你活该啊 看着我的脸 道歉 看着我的脸 道歉 邪了门了 布雪怎么会有这种气场 难道 他真失忆了 对 对不起 敢做不敢当是吧 给你一分钟的时间 马上站出来 不然我立刻报警 不能报警 三个月前 你严重影响了公司名誉 你能相安无事全靠顾总监 现在才刚刚回来第一天就要惊动警察 你有没有为顾总监考虑过 这庆功宴是高特主一手操盘的吧 你如此维护加害者 难不成你是童话 顾太太甚言 你身为顾总监的太太 你应优先维护公司名 好啊 那我就不报警了 但这杯酒 要么高特主你喝了 要么你找出那笔人让他了 你一定要这么多笔人吗 我不知道三个月之前发生了什么 但现在 我不会让任何人欺负到我的头上 那就麻烦高特主赶快去查了 毕竟 你也不想喝了这杯带料的酒 对吧 多伟在这儿做什么 老公 有人要害我 我好害怕呀 顾总监控 老婆 监控 今晚根本就没打开过 顾太太 你也听到了 这不是我不帮你 没事 那这杯酒 就高中你带喝了吗 在你擦瓣的宴会上 有人要害我 让你负责不过分吧 喝吧 顾太太 这里没有硫酸会出人命的 你不想喝 那就 把你手上的手链伤给我们了 你为什么想要他 我只是觉得他非常符合我的审美 两条路 高特助你自己选吧 既然顾太太喜欢 就送给你好 姐 生日快乐 快打开看看 喜不喜欢 只要是你送的 姐都喜欢 好看吧 这可是我专门去寺庙寻来的 他能保卫给你 平平安安 姐 欺负你的人 我一个都不会放过 你被抢走的东西 我也会都拿回来 诸位 陆雪是我的妻子 今后 如果再让我发现 有谁针对她的话 那就别怪我顾某 你就到底 老婆 你消消气 改天我带你去买手是吧 那边还有董事在等我 我先过去 好 你去吧 也不知道事实 下手居然这么狠 还好你察觉得早 你是 我叫余莉莉 你的工位 以前在我对面 啊 其实 顾总监只是嘴上说说而已 他不会发高特助的 今天这事 估计就是他想给你个下马威 你以后小心点吧 他可没那么蠢 想害我的另有其人 对了 我跟高特助的关系怎么样啊 他除了顾总监 对谁都是一个态度 不过 你今天真的很不一样 比以前撒多了 三个月之前 我为什么提值啊 这事你也忘了 当初你离职 闹得很难看 其实说是你离职 不如说 是因为你犯错 才可以辞退了 三个月前 到底犯了什么错 这个 顾总监下了令 不让我们说 我姐的手链在高兰那 没准杀害我姐的凶手 不止一个人 你拿这个干什么 星空不是已经坏了吗 这事没有指纹 等宴会结束之后 我就把它送去建立中心 这种程度的刘孙 已经构成杀人未遂 构置给凶手 盼上几年了 你没想到 我这么细心啊 根据现在的精度 西郊那块地皮 应该可以如期斗工 这件事 绝对不能有任何长错 好的 可是总监 他现在变化也太大了 我担心万一破坏 他失忆了 星空有些变化也很正常 不过这样也好 免得被别人欺负 陆雪是我的合法妻子 他不会成为阻碍的 在公司 你要摆正自己的位置 对他和对我审要 好 我明白 各位领导和同事 欢迎我们用最热的掌声 欢迎 武士集团太子彦 顾总上台演讲 顾总你好 大家都很好奇 你这次为什么会选择在 江泽温公司这边认识总裁呢 为了挽回 我离家出怎么回婚期 这声音 怎么这么耳熟 我们去看看顾总 凑个热闹吧 顾总和温公司的感情 太让人羡慕了 我们也期待未来 在顾总的领导下 公司将走向更辉煌的来来 你太说了吧 现在没得想说的 这是一百元小人的顾总 三秒 凶长 麻烦让一下顾总上的锁 顾总又拉扣子了 这就是你出的私务主意是吗 市集同学 这招不是挺管用的吗 我 我以为了 妖怪我